一走进梦花街 很远就能看到一条条长长的队伍 对于尝遍多姿多味的上海人来说 能营绕心头的那份味道 绝对少不了 这家具有130多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 大富贵酒楼 我们大富贵成立于清光绪七年 之前叫辉州丹凤楼 以经营面点茶菜为主 光阴流转千年轮回 2005年大富贵海派灰菜 被评选为黄浦区肥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作为第六代传承人的公文 在传的过程中 尊古不尼古 传承不失踪 创新不忘本 将传统灰菜的色香味重 与本帮菜浓油赤匠的精致改良 融为一体 第二个这个相互的改造 大富贵的菜要借鉴了很多本地菜 在我们之前饭菜的基础上 加以了一些调整和改进 更符合于上海本地人 所需要的口感 口味色泽 来到大富贵 臭贵鱼 是宾客们的必点菜品 鱼肉拌拌洁百如玉 并具独到的发酵香味 口感脆嫩鲜香 同时又保持其充足的营养成分 可谓芳香绕齿颊 风味留心头 错过于是闻起来香 拾起来鲜 最重要的还有一点 就是口感 它咬在嘴巴里的感觉 是很有弹性的 大富贵历代秉承 对承字的诠释 实时创新 实时改良的创新精神 从老蔡新帆的角度出发 将记忆和时代创新 高度融合 在之前的话呢 它只是在形上比较相似 这个表面呈现不出 那个羊梅的那个颗粒感 那么我们这次呢 是选了粗粒的内包坑 羊梅汁作为调味料 口味上面呢 也更符合这个羊梅原子的 一个原来的味型 时至今日 上海大富贵 始终将对未来的西季 融入到这食物当中 以及被赋予情感的 厨具和食材之上 吃上这一口 独特的灰式滋味 被勾起的 不只是食欲 也是记忆里 最温馨的时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öyleye ceremony